今天Recruit這個訪問 都談得很詳細 關於一些我自己在這一行工作上的一些點滴 憑著少少的經驗 人生經驗都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方面其實我想很多年青人都應該提一提 因為很多年青人都現在可能有機會面對 一些自己所謂的不順利的事 看得不順眼的事 所謂的煩惱 所以我覺得希望這個訪問可以和大家 當作聊天分享一下自己曾經面對過的一些所謂的煞蛇 而我怎樣去衝過去呢 而衝過去之後又有什麼機會 你又怎樣可以去用自己最合適的態度去把握你的機會呢 所以希望大家留意一下這個訪問